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动 90后灯奶爸挑战演艺圈最难搞搭档 电影或者电视圈都有一个名文的规定 就是动物和小孩是最难拍的 小孩和狗不要碰 宝宝现场拉屎 吓坏一星宝宝 那个真的是真实的反应 我是看到他真撒了 怎么可能撒得出来呢 我也尿不出来 超出我能承受的范围 哎呦喂我我的天呐 吓不了眼这帮睁不开眼 现场带孩子大比拼 喝个奶爸大考验 这个要挡一下 真的 买了一个L号的 也是太看得起这个娘娃娃了 挺好 还挺sexy 喝奶 找你妈去 然后还要抖一抖 可以吗 大家还满意吗 帮她擦擦嘴 要给她一个摔摔的亲吻 奶瓶就给我吧 对 我也喜欢喝奶 综艺一姐甜心现场探班 大家都凑上来去看她 结果她就吓哭了 一星想跟她拍照 然后她就不好意思 就躲 陈学东张一星 现场自爆生娃标准 龙凤她也最好 一男一女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就两男 女孩太操心了 你看 唉 可能要孤独中老 新晋奶爸 陈学东 张一星 还有综艺一姐之母 李小璐 从天而降 做客爱妻爱电影 为你们带来 搞笑又温馨的 奶爸训练营 原本是一对好机友 同住屋檐下 干点辅妹妹爱看的事 但无奈张一星饰演的乐意 被李小璐饰演的 鹿米加白植 顺带在烧上她的闺蜜江文 想要强行扑导 陈学东后 他们就开始了四屁 不是啊 是四人混居的生活 直到一天 一颗流星画动的小宝宝 也行 来到他们的家中 这个奇怪的五口之家 就开始了他们一对百合 一对鸡的带孩子日常 其实要是把小宝 看作是为了整顿 四个人之间混乱恋爱关系的 秋米的下凡也是可以的 所以既然是个神娃 那她肯定得有两把刷子啦 她是从外太空来的 特意功能非常多了 这些是什么呢 这还是得想卖个关子 反正我不做第一个说的 导演那个时候就跟我说过 她说 一星啊 你不能这么实诚 在采访的时候要卖点关子 如果有人说的话 那就不关我的事 可以传微信啊 发在科技上有有 就是她一想什么 就直接用短信微信 就直接就是说出来了 这样 小宝宝戏里面看起来萌萌的 但现实中拍摄的时候 他们可都是明星 最不愿意搭档的 No.1啊 在电影或者电视圈 都有一个明文的规定 就是动物和小孩是最难拍的 小孩和狗不要碰 因为小孩他拍戏的话 他有很多不可控的音乐在里面 他有时候可能会睡觉 有时候可能会哭 有时候他感情戏 他会乐 乐过头 但是总体来说 小宝呢 他是很有很有戏的 他很有戏 走飞机了 好了行了 快快快 为了让小宝不困不哭 在场的已婚的未婚的 都是用尽了各自的看家本领 只为我小人一笑 当然这些耍宝多乐 也有不灵的时候 而且对于武力一星宝宝来说 第一次主演电影 就遭遇强劲对手小宝宝 还是一个拉拔拔的小宝宝 这酸爽 也还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得到的 那一刻我们说帮他换尿铺 一打开他就真的自己就尿了 然后一听一碰到那种 做的假使 他就整个人崩溃了 那个真的是真实的反应 我是看到他真撒了 所以我就觉得 哇怎么可能呢 就是怎么可能撒得出来呢 我我也尿不出来了 因为小孩嘛 他也他也不知道这什么什么场合 他只是知道他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还有片中给了一块那个黄黄的那个 那个确实是我超出我能承受的范围 太逼真了你知道吗 天呐 我第一次我把那个 那个撕起来一看的时候 哎呦呦我的天呐 真是下不了眼 这边睁不开眼 而且还有那么一丁点的刺鼻的味道 那不是真的 但是就是那个刺鼻的味道 因为是混在一起的嘛 所以 哎呦 其实对这两个还都是90后的大男孩来说 第一次做奶爸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 因为他们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啊 不过拍完这部电影之后 似乎在抱孩子这件事情上 他俩都颇有心得 因为他是有点轻嘛 他那比较大嘛 就是 就这么包了 让他 因为我让他屁股坐在我的腿上 这样他就可以舒服了 其实得拖着他的腰还是拖在哪儿 这样他都会舒服 但学冬哥他挺有包的 而且是那种一学即会的那个 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抱他 他也不太开心了 但是我去学习妈妈的手法 就是他们的妈妈 我会问他说怎么抱是正确的 因为他会习惯一个动作 习惯很久 因为妈妈永远在抱着他 所以按照妈妈的这个方式手法的时候 这个孩子是最舒服的 说的好像都很厉害似的 那小编也正好考考你们 看看拍完这部电影之后 他们各自带宝宝的能力 是不是真的大有长进呢 这也做得太真实了 这个要挡一下 尿布其实很简单 其实在戏里面我演的有点愚蠢 其实生活中的我还是很聪明 破了 对我还是很聪明的 尿布不能对着他的脸 这应该是 这个尿布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这也是大 这个尿布有点真实大 真的好大 都已经包到他的腋下 买了一个L号的 也是太看得起这个羊娃娃了 破尿布 这样就换好了 就不沾了吧 沾了一会扯不下来了 他不舒服 我怕他不舒服 这样的话正好又挡了 该挡的地方也挡了 挺好 还挺sexy 找你妈去 奶喂是喂不奶 奶都是最重要的 不是说他吃不吃的这个过程中 也不是说怎么喂它 因为有很多小孩 他吃习惯了这奶瓶之后 他会抱自己都抱着奶瓶 所以最重要的是奶的温度 就是一定要是37度恒温 跟体温一样 所以 对奶其实没有什么好味的 这个位置 对应该有这些 但是我也不是职业的奶 奶吧 所以可能是不知道 但应该是这样喂 然后还要抖一抖 可以吗 大家还满意吗 喝完了 帮他擦擦嘴 要给他一个摔摔的亲吻 奶瓶就给我吧 对 我也喜欢喝奶 看来想要成为合格的奶爸 东东和一星 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没关系 毕竟东还是90后嘛 不过为了不给电视机前的家长们 留下坏一下 让我们赶紧让新爷的母 上来示范一下 带小baby的正确姿势 然后每次沾完了以后一定要这里防侧漏 所以要把它拨一下 拨一下 不然的话它尿尿的时候就会漏出来 然后看看它舒不舒服 然后就会拿了 喝完了以后拍一拍 嘎嘎嘎嘎嘎嘎 然后有的时候看上去会很残忍 但实际上最好用的就是这样绕它 绕它 一绕格一个格就出来了 有的时候你拍它自己自主上不来 然后你有帮它去转的时候 它一往前一窝 那个气就顶上来了 啊 好了 其实也是小便有点难为这两个大男孩了 不过小便我作为一个80后的单身狗 也是有点小好奇 90后的男孩子们 觉得什么样的才是好奶爸呢 好奶爸 那要看最后后天的努力吧 只要后天发愤图强 努力去学习 然后去找一个好的奶爸俱乐部 去学习 我觉得还是可以成为 都可以成为好的奶爸 小便虽然是绝对的主角 但也不能忽视我们这次剧中的CP啊 毕竟扶女战斗力强 所以编剧也机智地抓住了这个大市场 男男生子什么的 哎 小便也是个男的 怎么能这么兴奋啊 这孩子真不是你的 不是啊 所以是 你们俩生的 什么 这是谁啊 野心的父亲 父亲 那你呢 野心的爸爸 他家庭从小到大有一段经历 让他 他不想结婚 他也不想有一段爱情 所以他变得很孤独 然后跟在戏里的一心的角色 乐意是好哥们儿 然后一直跟他住在一块 就是从小就一起长大 你们是好哥们好兄弟 而这种好哥们好兄弟呢 有时候甚至让周围的人 产生了一些误会 好吧 我先说 我们在一起三年 三年零十个月 同居一年混居 不是你想的那种混居 就是多一个室友 小三 我觉得吧 大家都是男性啊 在歌医学还没有发展 发展到那样 再说 对也不好 对吧我觉得 对也有大家都有 都有自己的另一半 就是在电那个电影中 都有自己的另一半 哎呀小一星 你不用这么解释 大家都懂的啦 毕竟戏里陈雪东 为了替你出头 也是蛮拼的 找了好多个 其实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他那个 那个碎片 是很小很小的 进到我眼睛里面 所以我当天晚上 就去了一下那个医院 看了一下眼睛 哦 这个又可以跟你说一个 好笑的事情了 那咋的时候 他不是拿那个串过来了 他把那个串扔的时候 扔完以后 我突然间觉得我左脚好 我疼了你知道吗 我串哦 串扎我肉里了你知道吗 就扎这种地方 就扎进去了 真的 串 羊肉串有那个串 这么强一点 擦 擦我里面 我擦的那个 跑出去了 还挺着 没事 从天而降 这部片子的厉害之处就在于 既能耍得了萌 又卖得了斧 还有正常的B机向可供选择 而且据张一星透露 他们俩还有两场感情戏 这次跟小鹿姐 确实好像还是有一些就是 比较近的戏份 不能说亲密 有一场床上的戏 就是 她在说到动情之处 会向她靠拢 就碰到了她的脖子 然后当时导演说 你为什么一脸嫌弃 因为她当时是这样躲吗 她说不是 这是因为我太痒了 哈哈哈 好痒 为什么老笑场呢 是因为我这挺怕痒的 你知道吗 对 因为这老很怕痒 她一靠过来 我还没说此词呢 我就开始笑了 你知道吗 太痒了 就是那种很痒的 所以 那个还挺好笑的 就一过来 靠过来就笑成了 而对于这容易让人犯尴尬癌的症结 绵羊星要是说出她的克服方法 你说不定会笑喷哦 忍呗 憋着 你看我其实有几条 我自己手机那里面有几条 其实在面部 它也有略略的抽搐 你知道吗 就是 我 就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会 每次在拍的时候 就是我在那里拍 我会让我的就是工作人员 小秘书他们会在那儿 有时候会拍一拍 自己看一看 就是要 要发现自己哪里不足感 马上改进 这样 这个单萌的长沙小娇 也是除了绝对主角小宝之外 在现场的开心果了 其实也可以跟您介绍一下 就是在那个 片场一些有趣的事儿 就是有时候我说话的时候 因为我带一些湖南口音嘛 湖南人都是这样 是这样 这样说话的 对 语音语调 那个起伏 有可能会带到台词里边 然后就会 学冬哥就开始模仿 完了以后小鹿姐那一笑 然后姜文呢 就一发不可收拾 你知道吗 然后笑到导演那里 他一开始笑 然后就大家一起 谈到家乡话 长沙小娇 简直是兴奋的不能自已啊 还现场表演了一段长沙浪 有一个泡美博前辈叫 Tell me 哦 爷爷有十一国积末的当神拍的 反复麻烦参加 就要自然不会先刻 就到这里 其实我们中国的观众朋友们 还是对长沙的话 还是情有独钟的 拍完从天二将之后 其实两个九龄后 大男孩对待做爸爸这件事 也是有点心动 那他们都想要几个孩子呢 我希望可以生两个到三个吧 一个吧 两个 哈哈哈哈 龙凤胎最好 女人生孩子其实很很辛苦嘛 所以他一次能生 下双胞胎的话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放第二摊了我们到中国 所以挺好的 我觉得两个吧 因为当有一个的时候 因为可能有时候可能还是孤单 那我希望是一男一女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就两男也可以 女孩太操心了你知道 怕怕怕 还是怕怕怕 担心女孩有危险 这些都是想一想 就是也是很难实现 现在对吧 哎可能要孤独钟了 得知妈妈和比自己白的小宝宝拍戏 心仪也是在家没做住 去片场巡视了一番 甜心可能也会吃醋吧 但是现在还没考虑到 没涉及到那个问题 他特别喜欢那个小弟弟 他会一直看着他 然后摸摸他这样 然后大家都凑上来去看他 结果他就吓哭了 一心想跟他拍照 然后他就不好意思 就躲 但是他特别喜欢小宝 特别喜欢 要趴在那看小宝 小宝扯他的头发 他也就让他扯 看来小甜心 也只有对着豆鼻爸爸的时候 才是彪悍的爷 其他人的待遇都还蛮好的嘛 在节目上金句评出的小大人 私底下 却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呢 昨天肚子有些不舒服 然后我说宝宝你过来看看妈妈 妈妈肚子疼 她就会趴在这儿 然后看着我说 妈妈你为什么肚子疼 是想我想的吗 对就是很突然蹦出的话 就让你有时候觉得特别温暖 当小编还是个单身狗的时候 90后的小鲜肉们都已经当起了奶吧 小编之道屏幕前的少女们 一定无数次歪歪过 这两个如花四溢的小鲜肉 成为自己孩儿他爸 这次你们只需要一张电影票的钱 就可以圆了自己多年来的脑补 从听而降 你们值得拥有 坐好 这会不会有点吓人呢 来同学们 我们再来给孩子洗脑一遍 听我口令 预备 起 爸爸我 seu叔叔 妈妈把你信 有道理 爸爸有话 不要说 妈妈把我 Mull 爸爸跟我自己 妈妈把你信 有道理 爸爸有话 不要说 媽媽好好發脾氣 好好說 發脾氣 不要說 有道理 不發脾氣 我渾身難受 非常好 非常好 愛奇異電影票火熱收買中 購票請登錄 愛奇異手機客户端 進入發現 點擊電影票購買 掃描二維碼 關注愛奇異官方微信 愛奇異電影頻道官方微信 私人定制明星資訊 專屬你的娛樂播報 掃描左側二維碼 關注愛奇異娛樂官方微信 找奇異電影票購買 超穩 按摩